真的假的 然後剛剛有那個延長線拿出來了 所以麻煩使用它 還有後面都裝一裝 前面還有 趕快來搶 我要拿一條 這邊還有請不要客氣 那個黑客松最重要就是電焊網路 好,大家好,我是靜音室來的上面 然後我要報的是這個真的假的訊息查證 那我們在LINE上面常常看到說像是這種 在家族或者是旅遊團的群組裡面 會有人不經查證呢 就去轉傳這些還沒有不實資訊的訊息 那 這些人可能不太擅長使用Google來搜尋資料 但是每天都會用轉傳訊息來寒暈問吧 那轉傳是他們透過每天的練習而不斷加強的技能 那所以我就做了一個trapbox 就是遇到想要查證的訊息的時候呢 就轉傳給他 然後他會去比對這個資料簿裡面的內容之後呢 把就是 會像Google一樣回傳一個列表 然後選擇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其他網友針對這篇文所撰寫的回答 那不只我們自己可以用 不熟悉Google的人應該也可以形容上手 那這些網友回答又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有一個網站讓小編可以點回應 那這個網站列出了這個文章現有的回應 讓任何人登入之後都可以送出自己的回應 白了位 這並不是CSS沒有載出來的 是因為我都在修法了 所以沒有空寫CSS 那為什麼我們又是從哪裡收集到文章的呢 就是如果轉傳來的訊息在資料庫裡面實在找不到的話 我們會問使用者說要不要把它放進資料庫 如果使用者說好 他就會出現在剛剛那個網站上 現在資料庫裡面有3800多篇 有16000位網友轉傳過來的訊息 其中甚至有一些訊息被重複舉報123次 不過近4000篇文章裡面 只有196則被參與者處理過 那他們可能是被判斷為不實抄襲 或者是找不到不實的地方 或者是根本就是有網友在跟麥爸聊天 所發的一些訊息 那其他的3800多篇呢 就是還需要大家一起來分類整理 那這專案其實就像是一個LINE版本的新聞小幫手 讓大家可以貢獻搜尋到的留言 然後也可以一起編輯這些留言的回應 那文章會以OpenAPI的形式釋出授權為CZ0 那有興趣的參與者可以來看我們Hackboard的謠言的大集團.tw 裡面有資料庫的連結 然後剛剛的那個LINEBUS的GRA code 還有開發文件們 那裡面也有那種就是寫好CSS的話 網站應該要長什麼樣子的圖 那在裡面徵求大家LINE對話群組裡面的這一些轉傳留言 然後以及還有TST組的人 可以大家來一起幫張小編 協助回應這些傳來的文章 然後還有READJS、NOJS的開發者來完成網站 也就是LINEBUSHERA 那之後我們也會希望用爬蟲來爬各式的闢謠網站 例如說農舊圖以及網路留言追追追 那這邊就是也是可以來跟我們聯繫 那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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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